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需要和作者协商的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将错就错 我们先来看一下问题吧 我们从头看一看 搭建网上四搜之路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某某某 尊敬的柯林·堪贝尔爵士 阿吉博士 熊玉梅副局长 这个理解起来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是 表达 有些同学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遇到人名你都敢胡写 自己随便根据音 就拼出一个英文单词来 有 有好几个 胡乱拼写 名字都敢编 这个胆子真够大的 今天 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他不平凡 首先是他让我想起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些不平凡的往事 大家读的次数多了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看了下文觉得这句话没问题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 有点这个 问题 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他不平凡 是因为他让我想起中外交流史上一些不平凡的往事 那个开会的那个日期是什么时候 2007年7月5日 这个日子呢 不是一个什么纪念日 也不是一个什么重大的节日 这个日子没有什么不平凡的 今天是一个极其平凡的日子 当然他在后面解释说今天不平凡 是因为他让我想起 其实不是说今天让我想起 是今天我们举办的活动让我想起 对不对 有些同学像也觉察到了在逻辑上的一个空缺 当然这个语言和逻辑不完全对等 但是我们尽量在逻辑上做到能做到这个严谨 因此你在翻译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可以以某种方式把这个问题处理掉 不需要征求校长的意见 这个是我们议者可以做到的 是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今天所做的是不平凡的事情 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让我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些很重大的事件 公元前138年至119年间 当然这个119年也是公元前 公元前138至公元前119 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算出这个几十年这个数字 它一定是指这个公元前 有些同学在译文中 专门把这个也变成了公元前 那么这个说法 那么汉语字面是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138至119 138至119 那减一减是多少呢 19 是不是 如果我们查一查相关的资料 我并不是说每次翻译 对于任何东西 我们都需要先去核实 原文的这个对错 不是这样 因为那样的话 我们的责任就偏离了这个议者的责任 我只是说在我们做背景资料调查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138年至119年 这两个年是什么年份呢 是张谦初始西域两个出发的年份 是不是 那实际上他第二次是公元前119年出发 什么时候回来的呢 115年回来的 对不对 有些同学查到了 是公元前115年回来的 所以你说他两次初始西域 是在138和119年间 这两个年的间吗 不是啊 你要说是是between什么或者during什么 就错了呀 跟历史是不符的 你或者说把后边改成115 你前面用during 或者是你换一种说法 你说in138BC and 19BC 在这两年 当前两次被派往西域 在这两年 你们谁要是用during或者是between什么 我都给你们画出来了 其他同学我没有改的 我相信其他的老师也都给画出来了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这个我们不需要征求做的同意 就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把它恰当的处理好 把它处理好 历史数十年之久 这个数十年 那要算到115年的话 公元前115年 那就有数十年了 如果是138-119的话 那只有十几年 是不是 那后面的是数十年 数十年就能够这个接场 开辟了这个戈壁上的丝绸之路 那么这个丝绸之路 是张谦开辟的吗 他出使西域是为了开辟丝绸之路吗 我现在多种东西通过调查 就会发现 他出使西域是为了 对到西域寻求一个军事同盟 寻求一个军事同盟 只不过是经过这两趟 这个道路上的商业 被商业通道被打通 这个丝绸之路开始繁荣起来 所以他的目的并不是 就为了开辟丝绸之路 所以有些同学在写的时候 就是为了开辟丝绸之路 而出使西域 这样的阐释是错的 是错的 他两次出使西域 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就是丝绸之路 被再次打通 其实这个丝绸之路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 尽管他的食堂很大 带了很多牛羊 经营玉帛 几百人 食堂很大 也不是说他们走一趟就能开辟的 实际上就是商人 自古以来就在中国和中亚之间 汉朝和中国的王朝和西亚之间有沟通 只不过由于战乱 有时候这个道路就去断了 这样如果有人在这样的道路上走一趟 那么这个道路跟两岸的沿途的一些城邦 这些国家疏通关系 这个道路就重新开辟起来 大家在网上也可以看到 有这样的技术 张谦对开辟中国通往西域的思路之路 有卓越的贡献 至今举世称道 他有卓越的贡献 不是他亲自专门去开辟的 张谦出使西域 本为贯彻 汉武帝联合大肉之 我上历史的时候 读作大肉之 这个月子就是肉子 月子就过去月子就是肉子 大肉之 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 贯彻汉武帝联合大肉之 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 但出使西域后 汉裔文化交往频繁 中原文明通过四周之路 迅速向四周传播 恐怕是汉武帝所始料不及的 因而张谦出使西域 这一历史事件 具有更特殊的历史意义 所以根据这样的背景 我们不能翻译成 为了开辟四周之路 才去出使西域 况且四周之路这个称呼 是十九世纪末才出现的 是十九世纪末 是学家才用的这个词 所以你不要有过度的阐释 过度的阐释就错了 很可能会出错 公元1271年 意大利商人 马可普洛 既其父之一博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在中国侨居十七年后返回故乡 他不仅是中西文化传承的使者 而且让古老的四周之路 从中亚延伸至欧洲大陆 这句话里面全是错 公元127年 意大利商人 首先这个不说了 意大利当时还没有存在 他是威尼斯的 还是什么地方的商人 这不说了 都是跟中国一样 中国当时 马可波罗来的时候 是到了元朝 你说元朝是中国不是 元朝是蒙古 帝国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也把它 嵌在尊为正统了 也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当时中国的正统 实际上是跑到南方了 跑到南方成了南宋了 是不是 但是元朝 我们仍然把它作为 中国的一个历史朝代 那你说这个威尼斯 威尼斯当时还没有意大利 那威尼斯现在是不是意大利 那还是意大利的 你这样说也不错 你说Italian merchant Trader什么 也没问题 那既其父之一博 有些同学就 就按照字典上的翻译 既成一博 翻译成什么 inherited his father's mantle之类的 但是你要是 你要是查一下 这个历史事实 看一下英文资料的话 你会发现 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 是一块来的 是不是 一块来的 有的同学也查到了 但是仍然翻译成 following his father's steps 但是following his father's steps 还是给人有一种误解 好像是在父亲之后 或者跟着他的父亲 其实你只需要把它翻译成 together with his father就行了 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因为校长想用一个 那对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用成语 用典故 这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 都暴露了我们人的这样一个弱点 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学问 没有别的意思 他就是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学问 继承什么的衣钵 不是继承他的衣钵 是跟他的父亲一块来的 所以你要翻译成 跟他的父亲一块来的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那这1271年 是他来到中国了吗 有很多人翻译成 arrived at China 或者是came to China traveled to China 他是几几年来到的 几几年来到中国的 反正是不是1271年来的 1271年是从意大利出发 是从意大利出发 在路上走了好几年 路上走了好几年 才到了远达渡 到了北京 所以你要说came to China arrived in China 那就错了 那就错了 那么校长在写这句话的时候 也没有认真的想 是那一年启程 前往中国 还是那一年来到中国的 那我们在这里 要替他写的更准确一些 在中国侨居17年后 回到故乡 那有人也提出质疑 那在中国并不是定居下来 他在中国到处乱走 旅行 在中国各地旅行 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个背景 你也可以对他有所变通 当然你用一个中性的词 用一个不太具体的词 He stayed in China for 17 years 那也没有问题 如果你想要说的更生动具体 也是可以的 他不仅是中性文化传承的使者 这个我们一看就觉得很奇怪 传承的使者 我们或者说一个人是一个文化的传承者 或者是一个人是这个文化的使者 使者呢就像一个大使一样 像一个像一个使臣一样 把一个国家东西带到另外一个国家 那我们没有说传承的使者 对不对 所以他本身这个用词呢是不当的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不当的用词翻出来 那英文肯定也是不当的 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那么马可波罗 他传承了西方文化 当然他是西方的人 他传承西方文化是说得通的 那他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吗 你可以说他传播了 他写了一本书让西方人了解中国 他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使者是可以的 是一个传播者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他是中西文化的传播者 那就不对了 那就不对了 他是中西文化之间的一个使者 这样说就符合逻辑了 对不对 所以在处理这句话的时候 也要按照我们的逻辑来把原文加工一下 而且让古老的丝绸之路从中亚延伸至欧洲大陆 这里我们把这个丝绸之路延伸到欧洲 全都归到这个马可波罗 他不过是在那一年在那路上走了一趟 我们之所以记得他 是因为他写了一本书流传下来了 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个人 实际上这一丝绸之路 还是像张千开辟丝绸之路一样 也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是无数的商人往来与欧洲和亚洲之间 才逐渐形成了这样一条道路 只不过是这个人我们今天知道 有他的名字 其他的人我们没有名字 所以我们也不可以把全部的功劳都归功于马可波罗 所以我们在写英文的时候也要注意用词 不能说的太绝对 也是在1271年 意大利商人Danko来到中国的被他称为光之城的海上丝绸之路 这个来到确实是这一年来的 如果你查一下资料的话 它确实是在1271年来到中国的 不是出发 是来到中国的 这个你可以用arrived 被他称为光之城的海上丝绸之路 这是一个城市 城市是一条路吗 对 所以很多同学发现了这个问题 把它改成了丝绸之路的起点 用了Z starting point of the Silk Road Maritime Silk Road 但是也有些同学又看出问题来了 说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它也不是一个地方 是不是 因为丝绸之路是干什么的 是贩卖东西的 对不对 贩卖东西不可能是从一个地方贩卖东西 是很多地方的东西汇集到一条大陆 然后再到了欧洲 再分散到很多的地方 因为消费者处在不同的城市 所以海上有些同学就说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A starting point of Maritime Silk Road 这样就更准确一些 更准确一些 所以你只要思考 总是会发现很多的问题 就是今天中国的福建泉州 这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南北宋 南北两宋期间 南北两宋横跨多少年 北宋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南宋什么时候灭亡的 这个地方在翻译的时候 可以用几种方法来处理 第一 南宋 北宋 什么这些名字 对于国外的读者来说 没有很大的意义 你只说一个宋朝 已经足够 第二 说南北两宋期间 也是不恰当的 它要么南宋 要么是北宋 对不对 因为他一个人来到一个地方 是一个点的概念 对不对 他不可能持续一年 更不可能持续几十年 他只能是南宋 或者是北宋期间来到了泉州 大家查的结果是南宋还是北宋 南宋 有些同学望闻生意 南北两宋期间觉得是 这个事情一定发生在 南北两宋交叉的那几年 宋朝刚刚迁到南方那几年 所以就写成了 在南北两宋交接的那几年 但是你如果再看一看南宋的灭亡时间 和1271年是非常近的 十年之内 十年之内 我忘了是几年了 十年之内南宋就灭亡了 南宋就灭亡了 所以不可能是在这个两宋 这个朝代南迁的时候发生的 那样的理解就是望闻生意 所以这样的地方 原文写的不恰当 那我们稍微改造一下 大罗明代还有更为 更为人知的海上四周之路的大事 今天在座的有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嘉宾 那这句话和前面的转折有点突兀 有点突兀 不少同学看出来了 但是没有处理 一些同学看出来了 也处理了一下 这个想法都是好的 想法都是好的 确实我们看到后边才知道 为什么他说今天有新加坡来的嘉宾 新加坡及周边的国家和地区 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南洋 没错 我们有很多华人到南洋去打工 好 这句话没错 可好不容易找到一句话没错 新加坡及周边国家和地区 在我国历史上称为南洋 开始还一度以为是西洋 这有点像哥伦布把南美洲当成了印度 这句话就错了 开始还一度以为是西洋 有点像哥伦布把南美洲当成了印度 首先 哥伦布把南美洲当成了印度就没说准 是不是 把什么地方当成印度 把中美 他先到了中美 把那当成印度 这个先不说他了 这算是一个小错 开始还一度以为是西洋 谁还以为他是西洋 我想只有校长一个人 无认为他是西洋 别的人都没有这么以为 别人都没有这么以为 这个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 明朝时期的西洋 是指今天文来以西的东南亚和印度洋 沿岸地区 正和下西洋 西洋境中的西洋就是此一 文来以西的这个地方 这个西洋包括今天的南洋的一部分 包括新加坡 还有马来西亚等这些地方 但是不能因此称下西洋为下南洋 这是我的话 因为他的目的地是西洋 他不是满足于到了南洋那一块 就完了 他的目的地是印度洋 是非洲那片 所以还是下西洋 尽管那个西洋的概念 包括今天的南洋的一部分内容 南洋 南宋 是正和之前的南洋 正和之前 我们也有南洋的称呼 史书上有 是指全州府以南海洋 其含义和范围并不明确 全州府以南的海洋 他继续到这不明确 因为人类不往那去 也没有必要给化解 而且正和并没有承袭这一概念 这是在网上找资料 正和下西洋的时候 他跟这个全州府以南海洋 这个没关系的 跟那个东西是没关系的 明代嘉靖年间再次出现南洋 但是这是正和死后百年的情况 与正和航海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正和一直都是 因此近代为避免混同欧美 因为我们把欧美也称为西洋 把欧美称为西洋是近代的事情 那么近代的事情 为了避免 近代为了避免 为了避免混同欧美 而把下西洋变为下南洋 就是在二三十年代 有人写书 把正和下西洋写成了下南洋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为了避免人们误解 现在西洋成了欧美了 那下西洋容易引起误解 所以就用了下南洋 那么这个作者就说 近代为了避免混同欧美 而把下西洋变为下南洋 虽然不能算错 但不符合正和所处年代的时机 中国历史上 西洋和南洋可能所指范围不明确 这是我的话 但是两个概念是不同的概念 从来没有混淆 从来没有混过 即使西洋包括南洋 那也是命名的不同 而不是错误的认为南洋是西洋 我们定义成东南洋的一块属于西洋 就是那样定义的 并没有说把那个误认为南洋 无认为西洋 所以恐怕只有校长 一个人误认为南洋是西洋 那么这个怎么处理 这个怎么处理 那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方法 不让校长难看 不让校长难看 那就说有人 有人那么认为 至于有谁 至于这人是谁 那你们想吧 也可能是校长 也可能是别人 因为这一段话里边的重点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你如果把这个改了的话 这段话就得删除了 就没话可说了 没话可说了